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热门电视剧 大家脑中马上浮现的 一定有鸡毛飞上天这几个字 开播一周 微博热意度就瞬间几近十盘加 截至目前净鸡毛飞上天净话题阅读量 已达到二亿 并且不同时段多次登上 微博话题榜首位 同样 在电视台收视率排行榜中 鸡毛飞上天的收视份额也遥遥领先 乐视视频截至目前播放量已尽六 一 种种数据证明鸡毛飞上天 是十分成功的 但收视大爆的鸡毛如此火爆 仅仅是因为偶然吗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背后 必然站着一个强大的制作团队 作为鸡毛飞上天创作人权的联合出品方 这家美式中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就是这样一家 自带原创立和旺剧体制的影视企业 其实鸡毛飞上天已经不是第一部 由这家美式中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影视剧作了 由爱奇艺独家 播出的系列网络大电影《大梦西游》同样火爆 《大梦西游》系列第二部《铁山公主》 大年初三开播就取得了网络大电影《日榜首位》 仅仅两个播放日就高聚爱奇艺2017年1月票房榜第二名 在爱奇艺刚刚公布的2月票房榜 《大梦西游》二《铁山公主》登上冠军王座 而早在2016年5月20日爱奇艺 《独播的大梦西游》 进展持久收视魅力 在此登上票房榜第九名 双子回应 格外令 人瞩目 2015年8月才成立的浙江 美式中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论资历是比不上其他老字号影视公司的 究竟是有什么样的能力 让他制作出品的影视剧不不大火呢 超强组合制作团队 超然于影视行业的创始人 保控内容眼光超独 这家美式中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虽然在资历上属于小辈 但是他们的制作团队 就是由业内大咖组成 以金融传媒双硕士专业优势 执掌美式整体运 赢得智勇 导演兼资深编剧宋征 新生代制片人 90后编剧新势力代表业统 新日制片人高晓文 特别是其超然于影视行业的创始人罗子晨 既是引领公司 方向的美式团队灵魂人物 也是美式内容的思想源泉 和第一把控者 近几年来西游题材的影视剧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但是真正受观众喜欢的却没有几部 毕竟西游题材的IP剧实在难以驾驭 当罗子晨至千万重金购买大梦 西游打IP全版全时 引起一片哗然 但最终 美式团队打造的大梦西游系列电影开播后 均获得一致好评和优异收益 而罗子晨把控剧本内容的超独眼光 也成为业内传奇 将手内容为王初中 宁肃剧本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直是内容 原生力为第一能力 高度重视剧本原创能力的开发和积累 并积极投入原创IPG制作 多次是水军取得惊人业绩 据悉美式正在筹拍的青年 创业立志情感大剧梦想城 以及年代传奇巨山外青山楼外楼 大汉英雄传系列 四口等题材类型及内容均读数一致 不仅获得有关政府部门和专家的高度重视 更赢得了众多观众的期待 跨越投资老套路 锻造选发能力成为美式核心价值 一部戏剧的成功 除了自身价值加持 当然也离不开宣发运营 一直以来 浙江美式众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都在不断完善自身宣发体制 打造原创IP 特色宣发新风向 拿大年初三上映的大梦 西游二铁扇公主来说 比起过去较为传统的线下路眼 线上资讯等定向营销 大梦西游二铁扇公主 在运营上开启了不少创新尝试 不仅打通了视频平台与爱奇艺独家合作 也定向开辟了社交 新资讯等多个平台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新媒体 定制化传播闭环 最近浙江卫视 江苏卫视 乐视视频重磅 组合播出的鸡毛飞上天 在宣发上 由美视重乐自主操刀 宣传手段更强 力度更大 覆盖更广 除了公交 地铁 户外广告的大面积覆盖 线上传播更加卖力 除了传统媒体 新媒体渠道 浙江美视重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更是将宣发做到极致 如针对电视剧 鸡毛飞上天内容题材 精准选择出官具概率 最强的全国52座重点城市 进行全网覆盖宣传 并对官具人群画像 将毕竟改革开放初期 发展期的中老年群体 也定为定点头发目标 将广场舞群体成功吸纳 为何新受众 有新方能所成 浙江美视重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正是有了这颗不变初心 良苦用心 金毛飞上天才能受到观众的热情关注 更为三月 分的电视剧市场开了一个好头 一部电视的成功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新光异的演员 但是像这家美视重乐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这般 注重能力内涵塑造 出品了一部又一部 优秀作品的制作公司 更加值得我们为其点赞 张杰唱歌崩溃落泪 与谢奈林观众曝光传婚变 昨晚在歌手的表演现场 张杰第一个出场唱歌 唱完《田富珍的你不要详弃我》后崩溃落泪 随后张杰与谢奈的离婚症 曝光被传婚变 不知道是不是与此事有关 昨晚歌手播出 张杰作为第一个出场歌手 选择翻唱了《田富珍的你不要详弃我》 张杰表示 之所以选这首歌 是因为很有同感 在演唱完这首歌之后 张杰忍不住崩溃痛哭 伴着灯 光能够很清晰地看到眼泪 一滴滴落下 而台下的音乐和火人李维加 也忍不住再次抹眼泪 两人双双落泪 或许各有各悲伤的理由 昨天一次张杰的小号曝光 里面的内容与平常展现给大家的张杰不太一样 微博里的内容悲观消极 而今晚播出的歌手中 张杰说选择《田富珍的》这首歌是因为被打动了 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 感觉被全世界都在谢怯嘲笑 我能有多骄傲 不堪一击 张杰 提到这句歌词时表示 我只是小镇初来爱音乐的小孩 因为站上了舞台获得了荣誉 获得了更好的生活 我也受到了一些评论 会让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伤害 有段时间的状态非常不肯定自己 觉得自己全身都是错 在台上唱歌的张杰 或许想到了过去遭受到的非议 唱完歌后忍不住崩溃痛哭 在灯光的照射下 能看到张杰的眼泪一滴滴的往下落 见到这一幕的音乐和火人李维嘉 也是张杰的多年好友 他也忍不住不断地擦眼泪 近日来维嘉也多次因为落泪的事情 让大家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两人双双落泪 也是让粉丝们心疼不已 希望他们都能够走出不好的情绪之中 张杰谢娜两人的婚姻多次被离婚 两人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就各种不被看好 但是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当时湖南卫视的各种炒作 张杰和谢娜在2011年的时候举办了婚礼 但是娱乐圈的好多名 星都参加了 看得出来谢娜张杰 在圈内人员还是不错的 结婚之后谢娜一直被怀孕 人家两口子不急 粉丝都急疯了 但是谢娜就是一直没怀上 这不现在网上都传两人离婚了 张杰谢娜离观证曝光的事情 可是吓了不少人 张杰谢娜离观证曝光的事情 是由一位自称为张杰谢娜好友的人爆出的 据说张杰谢娜两人已经秘密离婚 因为张杰不喜欢谢娜比自己大 而且谢娜和刘也之间一直有瓜葛 最大 那爆点是当初结婚是谢娜逼的 谢娜管张杰太严了 相反结婚这么多年谢娜一直没有怀孕 张家人都着急了 就在大家信以为真的时候 谢娜出来否认 表示大家想多了 请卡赛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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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帅志显得比计准备 订阅 订阅吧